印光法师佳言录 印光法师座 王勇恭颂 佛光是什么呢? 它是指使法界一切凡圣生佛 即心本具的智体 这个智体灵明洞彻 战绩长恒 不生不灭 无始无终 数穷三计 而三计由之作断 横遍十方 而十方已至消融 称它为空时 则万得圆章 称它为有时 则一尘不利 即一切法离一切下 在凡夫位上来说 它不减少 在圣人位上来说 它不增加 则无眼莫能去 四殿莫能宣 而父法法成他力 处处得逢取 但是由于众生从未无故 不但得不到它究竟的受用 反成此智体不思一力 起祸造业 由业感苦 只令生死轮远 至令生死轮回没有停止的时候 用常驻的真心 受生灭的虚幻果报 就好像一个喝醉酒的人 看到房屋在旋转 其实房屋是不旋转的 迷昧的时候认为方位在移动 方位其实没有移动 这些全是我们的妄业所现出的虚妄幻境 这些幻境没有一件是真实的 所以我佛世家世尊 来到这个世界视线成就佛道 彻底证得佛光时 感叹地说 奇灾奇灾 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 但是因为妄想执着 不能证得它 假如离开妄想 那么一切智 自然智 无碍智 就会现前得大受用 佛在《冷言经》中说 妙性原明 离诸明相 本来无有世界众生 因妄有生 因生有灭 生灭明妄 灭妄明真 是称如来无上菩提 即大涅槃 二转一号 盘山大师说 心月孤圆 光吞万象 光飞照镜 镜亦不存 心镜巨王 富是何物 维山大师说 灵光毒药 胸脱根尘 体路真长 不拘文字 心性无染 本字原成 但离妄念 极如如佛 由此可知 佛陀及祖师的种种言教 无非为众生指示出其本具心性 令众生反迷归物 赋本还原而已 让众生根基有浅深 迷惑有厚薄的不同 假如不借助种种言教 开导 用种种法门对峙 则迷云 障于信空 哪里能让众生 一一彻见心悦呢 所以我佛如来 最初成道 手眼大方广佛 华颜经 诚信只谈界外大法 不谈全法 及寒舍小根基之人 使素根成熟一类大基众生 同正珍藏 淡灯绝暗 又因为一些顿根众生 不能得到实意 于是就寻寻善诱 随众生之根基而演说种种法 或者演说五戒十善 设受人天二成人 令他们种下进入佛道的圣音 或者演说四地十二音源 六度万行 设受声闻原觉菩萨三成人 令他们得证佛道之禁源 自阿寒时开始 一气到般若时结束 无不是随顺众生根性 而宣说种种佛法 让他们渐渐地增进佛道 就近回家 而佛陀出世的本怀 一直隐秘而不说出来 等到在法华会上 佛陀才开拳显实 开记显本 人天权小个法 皆是一成法 错误认为自己是客人 身世卑贱 其实真实的身份 是大副长者的唯一的亲儿子 给三成根性的所有人 都受计成佛 大场佛陀的出世本怀 这与最初宣讲的华言宗旨 相辅相成 遥相呼应 可以这样说 佛陀出世度众生 这一大事因缘 全部表现出来 没有一点隐藏的了 又因为生逢末世的众生 根基愈驾漏列 能够断获正针的人 更是少之又少 所以就特别开始 净土念佛往生一门 使上中下不同根基的人 不论是圣人还是凡夫 都能与当生同出缩婆 同生极乐 然后见次正德 无上正等正觉 圆满佛道 世尊这样的大慈悲心 实在是无以复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词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